4月5号,中国广东大部分地区迎来暴风雨的天气 而连州更是遭遇14级狂风和冰雹的袭击 初步统计,狂风和冰雹使得连州12个乡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有13间房屋倒塌,7间亩钢地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人民币 气象部门表示,在未来的几天内,暴风雨天气还会继续